共多拉小船体验浪漫水都风行 意大利威尼斯是许多游客的必访景点 但明年起造访当地恐怕得缴入城费 付钱进威尼斯的计划已经被多次提起 这次终于确定明年起会事半30天 内容主要针对春夏季假日及周末来访的14岁以上游客 收取5欧元约台币175元的费用 至于当地居民通勤族学生或住宿一晚以上的游客 不用收钱 不只威尼斯 四号一名22岁的德国男游客为了与佛罗伦斯知名海神喷泉自拍 竟摸黑跨过水池爬上雕像 导致雕像底座毁损 维修金恐怕得花上17万台币 今年堪称意大利古迹灾难年 6月有英国情侣在罗马竞技场专强科赐 7月一名瑞士少女有样学样 8月轮到400多年历史的佛罗伦斯萨瓦利走廊遭殃被喷上黑漆 为了杜绝歪风意大利颁布新令 表示破坏文化资产者最高可重罚6万欧元 约台币200万元 铁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